提摩泰前书 保罗历经数年到各地建立新教会 在宣教途中他发展了一大批统工 提摩泰也是其中一位 在此之前保罗在路斯德城 见过提摩泰敬前的母亲和祖母 提摩泰对耶稣的热爱和忠心 给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保罗用心培养他 最后拆派他去各教会服侍 保罗听说有一群领袖级人物 渗透进以弗所这间有影响力的教会 他们传讲的耶稣和耶稣的教导 充满了各种错误 他马上拆派提摩泰去教训他们 同时恢复教会的秩序 提摩泰到达那里后 保罗寄去那封信 指导他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这封信的结构很精彩 信的开头和结尾强调 保罗委派提摩泰去跟这群领袖 和错误的神学观念对抗 中间两大部分是告诉提摩泰 当他面对以弗所教会存在的问题时 如何进行具体的指导 最后保罗用三首诗 把几部分联系起来 作为一个总结 每首诗都高举复活的耶稣 为勇士的君王 现在一起去看看 你会更明白 开篇 保罗回顾了他拆派提摩泰去以复索 跟那些散布荒谬教导的领袖们对抗 他说 这些人喜欢猜测律法的含义 尤其是创世纪前面讲的故事和家谱 同时 这群人还借此发展出一串 关于饮食婚姻和性的荒谬言论 这些教导跟耶稣和使徒们传讲的真理 完全不相符 保罗甚至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 亚历山大和徐米乃 指出他们的诽谤导致教会的分裂 保罗说 这其实是第一个明显的标志 证明他们的教训是扭曲真理的 符合真理的教导 会忠于耶稣的道 激发爱心和真实的信心 并使教会合一 他说 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人猜测 而是揭露人类真实的处境 这也是保罗所经历的 对律法的正确教导 能让人看到神的恩典 在救主身上显明出来 耶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 保罗用一首尊荣耶稣大君王的诗 作为这部分的结尾 同时 他吩咐提摩泰 要制止这些人错误的教训 然后 他开始解决假教师 给教会带来的那些问题 首先他叫提摩泰定期 举行教会的祷告会 为罗马的政府官员祷告 祈求和平 因为只有当这块土地有和平时 才会出现一个理想的环境 让耶稣的门徒 能继续传讲神的福音 这位神希望所有人都得救 因此 他拆派耶稣成为唯一的中宝 让他舍命做所有人的赎架 这与假教师的所作所为 完全相反 保罗提醒提摩泰 神要拯救整个世界 祷告可以让他们将这件事牢记在心 接着保罗着手解决 以辅索这群假教师造成的男人 以及女人的问题 他先斥责那些男人 他们卷进了一场激烈的神学争论中 这些争论是这群假教师的错误言论引起的 保罗说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然后他斥责教会里面一群有钱的女人 他们把主日聚会当成了时装表演 他们穿着高档 这让其他买不起这类衣服的人自残行贿 不仅如此 有些女人还篡夺了教会的领导权 把假教师错误的言论教导给其他人 所以保罗制止这些女人讲道 指出她们不应该在教会做教导 做领袖 并以《创世纪》第三章中 亚当、夏娃和蛇之间发生的故事因以为鉴 这一段是保罗书信中被彼得称为难以理解的一部分 很多人对保罗的意思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保罗是禁止女人在教会担任教导 或者带领男人 他对亚当和夏娃的引用 表明神的意思是只有男人可以做教会的领袖 还有人认为保罗是在禁止女人在教会里管辖男人 但如果他们接受了教育 就可以在教会中做领袖 并教导人 还有些人认为保罗只是禁止以辅所教会的那些女人 他对亚当和夏娃的引用 只是针对这些被假教师蒙骗的女人 无论你同意哪个观点 保罗都清楚地表明 这些以辅所教会的女人 需要接受提摩泰的带领 接受合适的神学教育 目的是帮助她们成长 使她们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优秀的女知识 就像保罗在其他书信中提到的 菲比 尤尼亚和百吉拉那样 随后保罗继续处理教会领导层的危机 她让提摩泰指定一些品行良好的丈夫和父亲 做教会的长老或监督 他们需要品格出众 有诚信 他们会和一群执事合作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仆人 执事就是在教会中做各项事工的人 要求他们和长老一样 要有好的品格 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有健康和睦的家庭关系 因为这才能证明 他们有能力维系教会 这个神的家 他们活出的这种生活样式是和耶稣的事迹一致的 这部分结尾的诗中表彰了耶稣的事迹 他道成肉身 受死 复活 被高举为王 神的教会将扩展到整个世界 在第二部分 保罗对提摩泰的教导 仍然是解决那些败坏的领袖引发的具体问题 他首先揭露他们错误的神学观念 因为他们叫人要禁借某些食物 很可能是结婚 又叫人禁止嫁娶 保罗认为 这些教导都非常荒谬 所以他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 并提醒提摩泰 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 包括食物和婚姻 认识创造主的人 都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 然后保罗着手解决教会 看顾寡妇的问题 这项非常重要的事工 被一群年轻富裕的寡妇所利用 他们很可能与提摩泰前书第二章中 制造麻烦的女人是同一群人 他们参加了教会的事工 但每天与男人私混 说长道短 破坏了教会在城中的声誉 对这样的事 保罗绝对是零容忍 他说 只有那些没有亲人照顾的年老寡妇 才有资格得到救济 对这样的人 教会应该表现出耶稣的爱和慷慨 随后保罗讲到教会里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的问题 提摩泰要尊重这些年长的人 但不能容忍他们的不当行为 这里指的应该和饮酒有关 他们破坏了教会在以福所成的声誉 所以提摩泰需要在爱心中禁止他们 如果他们是教会的领袖 就要辞退他们 接着保罗加了一条有趣的注解 他说 这并不代表提摩泰本人不能饮酒 考虑到他的胃不好 他应该每晚就餐食喝一点 接下来保罗要解决的是那些 身为奴隶的基督徒存在的问题 他们当中有的人不尊重自己的基督徒主人 尽管福音确实让耶稣的门徒在身份上平等 但保罗认为实现这样的平等 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不能危害教会的使命和见证 如果基督徒同奴隶的反叛车上关系 就会危害教会的使命和见证 基督徒需要顺服权柄 敬虔端正的行事为人 好让他们的邻舍可以被劝服 而不能让人因看见他们不守规矩 而厌恶教会 也就是神的家 最后保罗在新的结尾 再一次吩咐提摩泰 要制止败坏的领袖 他在这里揭露了他们的动机 他们想通过赢得更多的信徒来脸钱 向信徒收取高昂的讲道费用 这些教师背叛了耶稣 违背了他传讲的知足和简约生活的信息 所以保罗教导富有的以福所信徒 要在善事上富足 慷慨乐施 将所有财物献给君王耶稣 正是神感动保罗做了结尾这首诗 诗中称颂耶稣是大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提摩太前书是一封很重要的书信 这封信帮助我们对教会的本质和使命 有了一个宏观的意向 一间教会的信念会直接决定 该教会在所属城市的生活方式 所以教会的神学和信仰 必须时常接受圣经的对照和塑造 保罗认为公众对教会的看法非常重要 基督徒应该被看作是诚实正直的人 是一群行善 服侍穷人和软弱者的人 他们做这些事的动机 是出于对复活的君王耶稣的中心 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经意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